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15年的安氏之乱 古代是整个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后是史家甚至视之为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分水岭之一 这是起自帝国边币 杂柔武汉的安氏叛军 以风卷残云之时在不过两月的时间内 便攻陷两京 占据半壁江山 后经八年浴血奋战 唐廷虽得以最终底定叛军 重建一统 但仍不得不随近其余步 纵容这些市区和朔的骄兵汉将 取得半独立的割据地位 自此之后 藩镇问题与有唐一代相始终 而安禄山这位绅士暧昧 粗笔无闻的塞外武夫 究竟有何神通 一时之间竟摇动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根基 甚至若非因其内部的轻压 烟堂之间 落死水手 恐怕都很难说 史家很早就注意到 安禄山 史思明这样唐廷眼中大逆不道的叛臣 在河北地区却身浮人望 俗谓禄山 思明为二圣 因而所谓安始之乱 断飞起自清平之末 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为其支撑 但中国传统王朝历史的书写 本身就带有建构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目的 采取某一王朝的正统立场本是其中的常态 因而目前所见传世文献中关于安始之乱的记载 大体本自唐王朝的正统立场 将安始政权斥为叛逆建委 其论述带有鲜明的尊唐品眼色彩 对于当代史家而言 王朝正统伦笼罩下的史学编转 不过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其通过对史料有意识的窄别 剪裁 构建出 有利于唐王朝的历史叙事 反倒在一定程度上 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安始之外的社会背景 而使用安始年号的墓制 其所记录的侍者都是身处安始统治区域内的官民 作为当时存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 未经后人的山肖 多少能多透露出 一些历史真相是颇值得玩味的史料 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十方形 用安始年号的墓制中 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但基本上是不见于史传的小人物 所能提供的信息颇为有限 但前几年 在洛阳先后出土了 安禄山毛主岩庄父亲 岩父及其地岩西庄的墓制 是少有的涉及安始之乱核心人物的墓制 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岩庄作为安禄山的心腹毛臣 是策动安始起兵关键人物之一 安禄山称帝后 岩庄任中书侍郎 后伙同其子安庆绪谋杀安禄山 安庆绪继位后 更以岩庄为御史大夫 冯义王以为仇拥 是无大小接取学焉 顾全心一使 后见安始侍颓 赴将堂 未思农兴 但由于两堂书并未给岩庄立传 因而过去 我们对这样一个叛军重要人物的家世背景 并无多少了解 现据新发现的两方木制可知 岩庄的曾祖岩成构 曾任苍州私户参军 因举家喜居于苍州 但岩庄的父亲 岩库祖父岩亮君无事患的经历 大约是河北当地不得志的中下层门人家族 所以 因天下大乱 而得以四行旗帜 有意思的是 尽管木制中大肆称岩库岩库早年命岩庄投校安禄山的先见之名 但岩库及其少子岩西庄却一直居住在苍州老家 并未随安史叛军南下 似乎又和安史政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因而 当岩真亲兄弟在河北侧洞反正时 景州长使李伟一气而响应 并将居住于此的岩库父子扣为人质 进而足诸其甲 对于唐代政治史而言 岩库木制提供的最有史料价值的一段记载是 《天宝》中 弓箭四星巨尾 乃因皆旗子金玉使大夫 冯义郡王庄曰 此帝王义姓之福 汉祖入关之英 韦为艳分 旗下必有王者 先是横向 而其致之 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指出 安史乱军具有鲜明的胡话色彩 多利用佛教 仙教等方式团聚不重 进行政治动员 但这种动员方式 往往需要一毛 重特定的宗教信仰为依托 其寒阔的对象不免有限 特别是如仙教这样 带有鲜明胡足色彩的宗教 对于汉人社会的辐射力 毕竟相当有限 因此只能被运用于团聚叛军的核心力量 甚至在起兵过程中 过度凸显这种胡神一教的特质 反而会激起汉族世人的一下正统之变 因此 安史政权在利用先 佛等宗教凝聚内部的同时 亦必须寻找一适当的方法 争取以尊奉诸学为基本文化底色的 汉族利民的支持 构造其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内外两面 安史政权的这种两面性 大约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多的 现从严复木制可以得知 利用传统的武德忠实的学说 以五星汇聚的天象变化 作为一代革命的先兆 宣扬金虎相代之说 是安史政权其争取人心 笼络推重儒家正统之变的是大夫阶层 建国正统观念 与王朝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 甚至安怒山之所以选择艳为国号 也很可 能与木制中提到的韦为艳分 其下必有王者的称语有关 另外 可以注意的是 两方木制作者与书者 严复木制的作者赵华 严西装木制的作者房修 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 两位作者的结贤皆为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在唐前期专长赵告侍从 号称是文士之籍任 朝廷之圣选 地位十分显赫 可以说 这两位木制的作者 是当时安史政权中最受重视的御用文人 木制的书者刘勤 赵明成《金石录》中便提到 由其书单的陈书文碑 法书亚路则云其魅意书法建称 可知刘勤出身书法世家 齐天宝年间曾为汉林供奉 大约亦是书法专程为其执事 刚刚提到的陈书文碑 可能便是他的职务作品 从木制作者和书者的精心安排中 我们不难看出 这场葬礼所具有的官方色彩 逝者的葬礼 往往是生着社会权力的展现 唐代世人是幻显达之后 大都有先居 先葬于两经的习惯 学者 一般将其称为唐代士族的中央化 而盐装在战乱期间 谦神于故乡 和赋于北盟 不惜千里迢迢将盐复夫妇 盐西庄夫妇迁葬落扬 而不是究竟安葬于定居以三世的苍州 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有益模仿 而优厚的包藏 耗费巨大的迁葬 规模宏大的葬礼 无不凸显了盐装显赫的权势与地位 而对于安史政权而言 当时正处于唐军步步禁逼的困境之中 正好也可以借助葬礼这一具有表演性的政治仪式 公开表彰为其政权牺牲的烈士 凝聚叛军的人心 在这几位遇歧视的文人中 我们对于赵华的经历了解的稍多 赵华应该是陈留县落时 随害守国那一起投降安史的 赵华是唐时 不过仅仅是陈留采访 史之是这样威慕的小官 入宴之后 拒至中书舍人之要刃 并受封相邻县开国难 可见其在安史政权中官运亨通 青云直上 两堂书终讲他视为安史所协同 恐怕不太 可惜 但有趣的是 在平定安史之乱后 唐廷曾经严厉的陈素赋逆的伪官 当时 著名的文人王伟 郑贤 接牵连其中 但赵华似乎很成功的掩饰了 其在安史政权中 这样春风得意的经历 并没有受到太重的处分 仅仅被贬为晋江位而已 后来还是这秘书少见 这样颇为新妙的官职 更有意思的是 后来由于赵华足于荆元之变 勉强也可以算作是魏国死结 因而素以讲究于 褒贬于叙事之中的欧阳修 在编转新唐书的时候 竟将其列入中义传 这只能说是开了历史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 赵华在安史政权中的具体作为 中唐以后的人们 便所知不详了 若非此方目指的发现 这一秘密 大约永远会被埋在历史的废墟之中 盐庄是在智德二年十月初五 为其家族举行这场隆重的葬礼 但当时安庆旭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之中 九月太子李玉率领的大军已克服长安 冰封值 指洛阳 仅仅在这场葬礼的十天之后 盐庄统领安史叛军与唐军大战于新殿 大败而归 洛阳尸首已不可避免 六天之后 盐庄本人也在穷途末路之际投降唐庭 而墓志中特别提到盐庄 还为他父亲树立了的神道碑 记载门封是德 激情累人 王爷之本有 陈杰之忠孝 内容文字与墓志互有相略 但这块矗立于地上 作为安史政权官方宣传品的神道碑 大约没有埋在地下的墓志这么好的运气 尚有千代重光之日 在唐云入落之后不久 当便为人所毁 新德勇 荣新江 韩生等十一个来自北大 人大 傅丹等顶尖高校的明星教授 文学大咖为你解密一个真正的盛唐 审和苗大大的排版划船不用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